大家好 今天是5月2日 星期二 美國納指再創新高 美國財政原矣暫時解決了 亦將不確的因素有消除的情況 帶動恆指高開過百點 單一提 過股方面 百例提出私有化 如果私有化成功 百例退出恆指成分股 也需要另一隻股份補償 再加上5月 恆指成分股是一個換馬行動 雙大市場認為可以提早部署 2382的信譽光學 都有機會納入恆指成分股當中 大家可以值得留意一下